秀林香公所举办春之送农产品推广及建成活动 第一个场次在嘉明部落举行 乡长王玫瑰表示 虽然秀林香受到0403地震重创 而公所也希望透过活动增加农产品的行销 活络地方的产业 0403、0423重镇花莲 同时也影响到秀林香农特产品的销售 不过秀林香公所还是提振精神 起来如期办理春之送系列活动 首长在嘉明部落办理农产品推广以及建筹 为了就是要活动地方的经济产值 主要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活动 来促进我们的农产的一个经济效益 虽然地震的来临 但是灭不了我们为了农民 希望他能够提升他的经济效益的目的 所以在这里非常感谢与会的贵宾能够来到这边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乡亲来到这里 给我们的农友打气 秀林香农特会主席的录音则是肯定工作的用心 也会大家来秀林购买农产品来帮助农民们 顺之送的重点是在帮农民推销我们的农产品 那这次在中区的话是以五股杂粮为主 那接下来还会在南区北区还会再继续办顺之送的部分 那这次我们北区因为地震的关系路断了 所以我们的农特产品没有办法下来 这是针对贵族的部分 所以公所也希望借由这三场的活动 能够帮农民把农产品给销售出去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我们秀林香来观光 甚至来买我们的农特产品 秀林香农代表会主席陆燕林 以及香农代表人们 鲜眼陈美莲 三名村长游欢欣等村民们 共同来启用建筑活动 大家起步走 共同来欣赏部落的生态之美 活动可以说是圆满的落幕 记得请订阅我的频道